各方互生,期待王一博,电影界的新风口已到来。 原来大家都是对王一博满怀期待,希望他能赢得金鸡奖,这才导致了如此高的讨论热度。 看看这次的金鸡奖提名,只有王一博能做到这样的成绩,真正实现了流量与实力并存的突破。 这一届金鸡奖,真正的恪守了六亲不认,知认作品的原则。 当我们审视这次的提名名单时,可以发现金鸡奖对于所谓的流量更不予以过多的考量,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资深演员被提名,而唯独少有年轻演员呢? 王一博作为这次唯一的年轻演员,自然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这不仅说明了王一博在作品中的出色表现,更显示了金鸡奖的评选标准是公正和公平的。 而其他所谓的高票房、高热度的演员不再提名之列,反而使得王一博的提名更为显眼,成为了众人讨论的中心。 这也让我们对金鸡奖的评选机制产生了更多的信赖和尊重。 金鸡奖作为中国电影界的一大奖项,其评选标准一向严格,旨在提振行业的风气。 面对众多的评论与声音,金鸡奖始终坚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寻找真正有价值、有质量的作品。 组委会的态度明确而坚定,表明其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厚情感和殷切期望。 金鸡奖的评选不受流量、商业和资历的影响,而是真正的回归艺术本质,注重作品的内在价值和艺术性。 这样的评选机制,既能保证新近演员有机会展现自己,也能确保经验丰富的老戏股得到应有的尊重。 电影不仅是商业产物,更是一门艺术。 希望未来的电影奖项,无论是金鸡奖还是其他,都能更加注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,推动整个行业向前发展,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,放眼全球。 在影视领域,金鸡奖无疑是一座金字塔的尖端,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经被时间和历史所证明。 当然,任何公开评奖活动都会受到各种评论和争议。 毕竟,艺术是主观的,每个人的审美和喜好都是独特的。 张艺谋、梁朝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,他们对金鸡奖的评价也能反映出这个奖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。 张艺谋说这个奖很难拿,这不仅仅是因为评审的标准严格,更是因为金鸡奖对作品的要求都是极高的, 既注重创新又要有深度,既要有艺术性又不能忽略观众的接受度。 所以,对于每次金鸡奖的提名或者获奖,我们都应该用一种更加宽容和客观的心态来看待。 每个被提名或获奖的作品和演员,都是经过严格筛选,都代表了当年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准。 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奖项,同时也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在未来更加繁荣和进步。 票房高并不代表作品品质就一定受到业界的认可,而金鸡奖更注重的是艺术性和深度。 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可能在市场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但在专业评审的眼里,可能有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。 王一博此次获得提名,的确成为了众多年轻艺人中的佼佼者。 他不仅有着超高的人气和广大的粉丝基础,还在不断地挑战自己,寻求演技的突破。 而他此次的提名,也是对他近年来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一种认可。 每一次获得提名或者奖项,都意味着更多的关注和压力。 王一博作为年轻一代中的领军人物,不仅要背负起粉丝的期望,还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挑战。 但相信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才华,会继续在演艺路上走得更远,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正是因为王一博在娱乐圈的独特地位,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各方关注。 在某种程度上,王一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演员,而是一个象征,一个可以带动市场和舆论的中心点。 对于不看好他的人,王一博的成功恰恰可以为他们找到说辞,为他们所支持的人或作品没能获得提名或奖项找到借口。 而对于资本方,王一博的成功意味着更大的商业价值,他所代表的年轻人群有巨大的消费潜力。 电影圈当然需要新鲜血液和新人的加入,因为新人代表了创新和变革,他们带来新的思维和创意,也能够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。 王一博,作为新一代演员的代表,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,更是整个电影行业的一种期待和鼓舞。 中国电影近些年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挑战。 在大制作,大明星的模式逐渐呈现疲态的情况下,《终生代演员》和《小成本》电影逐渐展露头角,成为了电影市场新的亮点。 这也反映出观众日益崇尚真实,寻求情感共鸣的趋势,不再只是满足于明星效应或者视觉盛宴。 王一博和他的同辈们,正是这个新时代的代表,他们既有实力,又有庞大的粉丝基础,为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流量的象征,更是现代观众期望的反应。 新人代表新的声音、新的思维、新的故事和新的表达方式。 电影是艺术,也是商业,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变革来吸引观众。 因此,对新人的支持、对新思维的引入、对新声音的鼓励, 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电影走向更好的未来,也可以更好的回应观众的期待和需求。 在此背景下,金鸡奖和其他电影奖项给予新人的认可,正是对新时代、新思维、新声音的一种鼓励和支持。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流量代表,他更是中国新一代年轻演员中的翘楚。 过去五年里,他以不同的作品,展现了自己深厚的演技,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,无论是歌手还是演员,他都取得了娇人的成绩。 这背后,离不开他对作品的敬重和对演艺事业的热情。 他的多才多艺不仅仅限于演技,他在歌唱、舞蹈、综艺上也展现出了出色的天赋。 这种全方位的才华和努力,让他赢得了业界和观众的双重认可。 他的出现,也标志着华语娱乐圈开始向更为多元化、专业化的方向发展。 但是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王一博不仅仅承受着各种关注和期待,同时也面临着各种质疑和挑战。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,保持自己的初心,继续前进,成为他接下来的挑战。 对于电影制片方、投资人、广告商来说,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艺人, 更是一个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品牌,这背后代表的是巨大的商业价值。 然而,更值得期待的是,王一博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, 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展现出自己不断成长和突破的一面。 电影圈与电视、音乐等其他娱乐领域有其独特之处。 首先,电影的制作周期长,投资巨大,对演员的要求也更为严格。 这不仅仅是对演技的考验,还涉及到对整个电影制作过程的投入和耐心。 许多流量艺人在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 但进军电影圈需要重新开始,面临各种不确定性。 对于他们来说,选择涉足电影,不仅仅是为了奖项和认可, 更多的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挑战和追求。 对于其他流量艺人来说,看到王一博的成功,无疑给了他们更多的鼓励和信心。 他们希望,王一博能够在金鸡奖上获奖, 证明流量艺人在电影圈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,为他们开辟一片新的天地。 原来大家都在期待王一博的表现,各方都在默默为他助力, 期待电影界迎来新的曙光。